我们现在到了小炒湖服务区 这块离乌鲁木齐还有120多公里 但是我们查了一下 乌鲁木齐也不凉快 今天的温度 最高温度得35度左右 所以我们不准备进市区了 准备就是环北线走 先到天山天池 去往天山天池 现在从这走的话 有190多公里 蓝蓝的天空飘着白云 现在的景色呀很美 过了这座山呢就看到一片绿洲了 哎呀太美了 雪山脚下的草地 五颜六色 哇好大一片呢 白的全是羊 看到如此美的景色 三天山天池景区的停车场 海了大了 非常非常的大呀 到这住车是免费的啊 如果由新疆的北江啊 如果由新疆的北江啊 有两条线路啊 一个是从南望西 然后望北这么绕过来 一个是从东望北 然后望西望南这么绕过来 我一开始啊 就是想走南面来的 因为南面那边那个 那个草原什么不是挺美 所以就定的是去乌鲁木齐 从乌鲁木齐往伊宁那边走 一看呢乌鲁木齐温度太高了 我一查呀 就是天山天池的温度啊 才有二十多度 我说太好了 那咱们就上天山天池吧 这样我们就改成天山天池了 其实你要是如果从北面绕啊 就是不用到乌鲁木齐 就直接从那个哈密啊 直接到那个天山天池 然后可可托海 可可托海以后 布尔京 然后就像河木啊什么的 那么绕过来 因为最近呢比较热 所以从北绕还是比较合适的 因为往北面绕啊 它比较凉爽 等这个绕一圈回来呀 到这个伊宁那边啊 已经就天气就一分凉快点了 新疆太阳落山 比东北晚三个小时 现在已经六点了 还这么亮 因为有风 在阴凉处啊 感觉不到热 这豆角还是我们家自己园子里的呢 哪里那么多菜 扣干了就好吃 行了 带点枪弄好看一看 嗯 好好 今天去逛一逛天山天池 天山天池是国家我一级景区 它的停车场非常的大 这早晨又来了不少车 这个停车场啊 这个停车场啊有多少车都能停下 这里啊用水特别的方便 能直接加到房车里 而且还有热水供应 昨天晚上啊我们把车加满水 都洗了个澡 给小阿太也洗了个澡 这里啊晚上特别的舒服 有风特别的凉爽 比家里还凉爽呢 就是白天会热一些 把这个住车地分享给大家